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何当共剪西窗竹 雀化巴山夜雨时 你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我也不知道回家的日子啊 今夜的巴山正下着雨 雨水已渐渐盛满了河塘 我在想着 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家与你团聚 一起坐在家里的膝窗下 与你共见竹花 彼此倾诉 今夜 我独在这巴山夜雨中 殷切的思念 远方的你 李商隐是唐代著名的诗人 自一山 号雨习生 又号凡男子 淮州河内人士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沁阳市 李商隐 在19岁时就文才出众 25岁 考取进士 但他围观 一直遭受排挤 一生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 46岁 英年早逝 李商隐 在文学上的成就很高 他与杜牧并称小李杜 又与李赫李白 合称三里 还有因诗文 与同时期的断成士 温廷军风格相近 且三人 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 互并称为三十六体 李商隐诗 现存诗歌约六百首 其中多首 快智人口 李商隐是一个很热爱国家 关心时政的诗人 他在20多岁时 就写了安定城楼 行字西郊 做一百运 直接表达出了 他对国家发展 和人民生活的 关怀之情 他还写了许多永史诗 马维 永史等 借古奉金 忧国忧民 后来 随着他在政治上的失望 关怀现实的诗篇减少了 更多的诗 是用忧郁感伤的调子 感叹个人的沦落 和世运的衰微 他写的 《登乐游园绝句》 向晚亦不适 驱车登古圆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成为经典佳作 李商隐的作品中 最为人所传送的 还是他的爱情史 代表名作 《无题诗十余首》 其中 相见时难 别亦难 东风无力 百花残 春残到死 思方尽 蜡炬成灰 泪屎干 被世人广为流传 还有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 《一点通》 也是他写下的诗句 这首诗的标题是 《夜语济北》 有人说这是寄给友人的诗 但还有一种说法 是《夜语济内》 在南宋红脉边的 《万首唐人绝句》里 曾有记载 意思是寄给妻子的诗 后一种说法 更加广泛一些 李商尹与妻子感情深厚 但他为了生计 经常四处漂泊 不能长守家中 从诗中 《八山一语看来》 这首诗 写于巴蜀之地及四川 当时诗人身处巴山 被大禹阻隔 无法回家 妻子从家中来信 问何时才能回家团聚 李商尹十分想念妻子 但无奈被困在山中 只好写下这首诗 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后来 他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 这更让李商尹伤心不已 写下了很多 表达炙烈感情的诗 君问归妻 未有妻 诗一开始 就摆出令人揪心的矛盾 妻子在家里盼着诗人回去 但诗人却无法确定归妻 在这一问一答中 第一句一问一答 先停顿 后转折 跌宕有志 一种惆怅的情绪 蔓延开来 极富表现力 第二句 八山叶鱼 掌秋迟 把这种情绪 渲染得更加浓郁了 秋雨 绵绵不断 池塘 长满了水 诗人的愁苦 和思念之情 与此景交织 内心的伤感 汹涌而出 诗人在写景中 又深深地 透着写情 写的是环境 但绝不单单是环境 字里行间 流露着一个情字 这样 情景交融 就构成了一种 艺术境界 诗人在前两句 描写了当下场景 而在后两句 描写了想象中的 未来场景 何当共俭 西窗竹 却画八山 夜雨时 诗人比风一转 从眼前 设想到将来 从八山 设想回到了 北方长安 与妻子团聚的那一刻 在灯下 互诉忠常的情景 在这首 短小的四句诗中 两处运用了 八山夜雨的字样 按照做绝句的常规 字语词重复 总不算好 一般的古诗中 是绝少出现的 但在这首诗中 第一句中的八山夜雨 是实景描写 而第二句的八山夜雨 是作者设想 和妻子一起 回忆今夜情怀的虚景 虽是同样一句话 在不同的语境中 却有着天壤之别的意境 不会让人觉得 有重复 累赘的感觉 而是现实与想象 相互映衬 妙不可言 这是一首朴素的小诗 没有任何修辞手法 只是娓娓道来 却真挚感人 诵读时 要语气舒缓 表达诗中的深情 君问归期 未有期 八山夜雨 掌秋迟 何当共见 西窗竹 雀化八山 夜雨时 这里是阅读中国 我是阅读大使纪盟 感谢大家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